嗨,大家好,我是谢迪 我现在呢,是在泰国 这是个曼谷银行 可以用这个银帘取钱 我先试一下 取上一点钱 哎呦,直接有中文吗? 这么流皮啊 先说密码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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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了,确定 他这样搞的 中文 取款多少钱 各十百千万,两万五,这是一万 我要取五千的话多少钱,试一下啊 五千 就搞定了,所以说中国人在泰国 这个手续费 您的操作需要中文手续 220泰铢 220泰铢是,哇,再见 好了,不考虑了,太贵了,这个手续费 五千块钱 手续费就要交220泰铢 这什么概念啊 如果说他每一笔都要220泰铢的话 你就不要考虑在泰国 用银链卡取钱了 一百泰铢是二十块钱人民币 取一笔要四十多块钱 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在别的国家,取一笔 另一个国家,我用了中国的银铢 去取钱 一旦费只需要2.5泰铢 一笔要七,七美金 那谁受得了这个 根本就不考虑了 我还是拿2美元换吧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 Let's go 我们两个现在骑着摩托车 这边是白天太阳晒起来很热的 就是属于湿热那种 我俩现在骑着摩托车 准备找上一个地儿 我练习一下骑摩托 他练习一下玩无人机 我刚才学了一下摩托车 这种踏板车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的 我只需要再稍微熟练一点就好了 现在我使用的就是新的自拍杆 总算是换到自拍杆了 不容易 泰国这边真的是森林覆盖绿可以的 蓝眼的绿色 到处都是水果 哎呦 我俩就选了一个这个地儿 你看这实现还不错 摩托车停在这儿 然后我准备教Michael使用无人机 他刚才已经是教过我使用这个骑摩托车了 这很简单 这个第一个? 对,手机控制 使用我的手机 使用你的手机 我的手机还有大江Application 大江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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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些线 OK 好的 已经有两个键丝结束了 两个键丝结束了 对 就开始锁了 对 这个键丝结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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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试试 好的 第一 先去沙漠 行去沙漠 好,好,跨上去 好,好,再次再次 再次再次 让我们走到这边 你可以先过去吗? 你不要再继续 我先到这里 Yeah, to here, to there, over there 就现在给他讲去哪里 看他能不能操作飞机过去 我是自学成才 现在呢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骑摩托 这确实是我刚学的 诶 这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算是半封闭路段,没什么人来 我在这儿练一练 OK 好 走了 哇,有车来了,得注意,慢一点 唯独这个油门可能还是不太熟练 我再多练一练就好了 我就打算买上一个这个小踏板 就是唯独这个泰国,它是靠左行驶 还得考虑一下靠左行驶 很简单 OK 我可以取得到 搞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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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熄火就行了 这脚灯一灯 完美完美 我反正是基本搞定了 现在就是看一下 想办法弄上一个驾照 去烤一个 我们现在就在海边 昨天来的这个海边 也有人在这儿游泳 但是浪还是蛮大的 Coconut 看能不能找个椰子喝 哎呀 这好久没有喝椰子了 I last time drink a coconut in 赞子瓣 Efford yeah 赞子瓣 啊, big one 嗯 嗯 so sweet 这个好甜啊这个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个这个一个椰子是 30bit 就一个30块钱 这个人民币多少钱 我也没算过 5块8毛钱人民币一个 在非洲多少钱 好像是 三块钱 好像是 我不太记得了 这个太多了这个 so much more 这个喝完真的是有一斤水啊 finished already maybe is it on is my microphone on 嗯 your microphone is on 我们俩 我们俩现在一人带一个 无线麦克风 这样的收音比较好 2000多块钱呢 不是白滑的 呵呵呵呵 嗯 现在吃这个 coconut meat 椰肉 当时这些椰肉是 自己拿勺子瓦啊 但是里头怎么搞 在 卡仓里面 你让 直觉性 砍开 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一个工具 给你搞好 啊 这样子瓦的吃 点了一碗粉 一碗粉50块钱 就差不多人民币10块钱 这是加点鱼露 I have salt 糖 辣椒面 这是啥东西 这应该是 酱油吧 这是酱油 到了这个东南亚这边 吃饭倒是问题不大了 它都是筷子 不像 那边 一进去以后最多给个勺子 弄不好还是手抓 这个手抓试一下 烫死你 好香啊 有猪肉 猪肝 我多久没吃过猪肝了 嗯 一碗 泰国人认得会做饭 10块钱 在那边 吃吃一顿饭 想要吃饱真的是要花 50多块钱人民币 这边的话 十几二十块钱 绝对搞定 只有那边的一半 味道还好 味道还好 最近我都不想做饭 就想多吃泰国餐 吃腻了再说 估计吃不腻 这海边上呢 小树林子都是很舒服 所以它居然还有一个 吊床 看一下 躺一下 躺一下 试一下 这么感觉要翻了 哎呀 不对 包裹一点 就害怕有蚊子 这里应该没蚊子吧 哎呀 想想我 上上个月 上个月 呵呵呵 这个月 前几天 哎呀 蚊子子真的是不好过 这什么果子啊 恕我无知 我真的不太知道 长得有点像那个海贼王里的 恶魔果实 真的好像 谁告诉我 因为热带的一些水果 我都认不太全 去沙滩看一看 沙滩倒是不错 但这个浪太大了 我的技术 肯定无法在这游泳的 最多下去泡个澡 它这还有 专门插的小旗子 就跟着这个 潮溪走的 会有一个管理员 没事干的 把这个旗子到处挪挪挪 就是 福吉岛 海边好多这样子的 高端的别墅公寓这种的 可能一套真的蛮贵的 大几百万的 高端一点的 可能 上千万都有 几千万都有 找一个地方能游泳的 我得练一下游泳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 我就忘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 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 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 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